先来说明一下超商货到付款的付款流程 首先进入到网站之后 这边选择商店 然后选择你要的商品 比如说我们用第一个商品加入购物车 然后这边有查看购物车 就可以看到你目前购买的商品 这边可以去调整数量 然后如果选错的话可以按这个叉叉 重新去选择一下回到商店去选择 这边有一个绿介科技超商取货 那我们可以选这个绿介科技超商取货 然后前往结账 这时候因为你还没有账号 所以到这边来我们先选择一下 绿介科技超商取货这个部分 这边我们选择看你是全家取货 或者是同一超商取货付款 那假设我们选择全家的话 那你必须去选择门市的地址 所以按一下这个电子地图 就会跑到这个Family 那假设你用的是统一超商的话 那你点击这个电子地图 它就会跑到7-11这边去选择 好那我们先选择一下限市好了 选择一下离你家最近的一个超商 比如说我用我随便选 随便选一家 然后选到这家之后点击一下 然后确定 同意 确认 确认完毕之后 这边 他这边就会有下单购买 那如果你直接点击下单的话 他会告诉你说你这边都没有 然后地址我先随便填 你们要填正确的 因为这是你们自己的个人会员资料 好 好 这边填手机号码 然后这边一定要填正确的电子邮件 这样之后你要查询的时候 你才有办法登入你自己的账号密码去查询 账号就是你的电子邮件 好 然后密码一定要建立一组密码 这样你才有办法登入你的账号密码去查询你自己的订单 好了 这时候你就按下单购买 好 这边就显示 你的订单已经购买完成了 我刚刚那个叮咚一声就是我的手机已经收到电子邮件通知 好 然后这个地址就是我刚选择的那一个超商的门市 这样就已经完成了你这笔订单 那你购买完之后呢 这个系统就已经直接登入你的账号了 所以你会发现右边有一颗人头 虽然他没有照片 可是他目前是在登录状态 那你可以点击我的账号来看一下 好 这边就会有个订单资料 如果你已经购买的话 这边会显示个订单 就是你在什么时候购买的 然后状态是在什么状态下 你可以去查看一下你目前的订单 这个就是你购买的订单 还有你的账单资料 然后这边有个账户的详细资料 你可以去修改你自己的资料 那假设你之后才进来看的话 我先把它做一下登出 如果你是之后再回到这个网站来要查询的话 你可以点击这个我的账号 然后这边就会有个登录 所以刚刚讲的就是你必须要输入正确的电子邮件 就是在这边要用到 然后输入你的密码 然后按登录 这边就回到这边来了 就可以去查看你自己的订单 然后看你目前订单状态是什么 好 那你要注意一下你的电子邮件 看有没有收到通知 就是货如果已经寄到超商的话 会用电子邮件通知你 那你就可以去超商取货了